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天还有数千民众前来送别这位德高望重的长者 连泰国国王也特意派遣两名皇室成员前来送别 好让这位受人敬仰的智慧长者入土为安 随后众人将周青南的灵鹫移送至青南堂 大家都怀着虔诚的心送他最后一程 一事完成后周青南家属随即向各方直线 并发声明旨在丧礼完结后周青南集会入土为安 周青南集贯广州省潮州后移居泰国 他为人谦和常常以自己的人生经验开导周围的人们 让他们解开心结教导他们为人处事的道理 引导人们孝敬父母宽厚待人多做善事 因此得到了圈内外众人一致的景仰 因此在得知他因病去世的消息后 曾受他深深教诲的圈中明星刘德华梁朝伟曾志伟等人 也都在第一时间前来调研这位长辈 感谢他对自己的教导 娱乐新天地智慧长者一路走好 太过报道